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2月21日,由肖战吴轩宜主演的《斗罗大陆》终于收官了,这部剧从一开始被无数人期待,从开播到现在,收官只用了半个月时间,这部剧虽然热度一直在涨,但是口碑, 却并不是很高,主要是《唐家三少》原著小说热度太高了,很多网友都看过原著,或者是动漫,对于电视剧的一些表现,并不喜欢,不过《斗罗大陆》超过70万人次的点评,还能维持在6.2分,着实让人佩服,这个评分,算不上优异,但作为前面有小说,中间有动漫的情况下,《真人》版本,还能有个及格分数,应该值得鼓励和肯定, 从演员的角度来看,肖战,吴轩怡,刘润男,敖子义等,青年演员的表演,虽然是青涩的,但都在及格线以上,至少让观众们,看得很舒服,颜值在线,演技尚可,尤其是肖战,不管是营救小武时的,无实物表演,还是在空间加层,聆听母亲留言的共情呼吸, 都将观众,带入剧情当中,肖战的演技进步,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而该剧整体内容,总体还是比较紧凑的,全程高燃战斗,剧情也是扣人心弦,使兰克七怪于五魂电战队,上演了最终的对决,七个小伙伴,分工合作,默契配合,孤注一致的,奋战之后,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 最后一集比赛打斗的气氛,占了将近一半的天赋,作为压轴的决赛,这也是全剧,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,在大结局,吴轩宜和肖战,更是有了吻戏,在剧中唐三,昏迷不醒,小武哭着,亲吻了唐三,而唐三被小武亲吻后,也流泪了,这一吻,或许是生死离别,或许是永世不见,而且直到最后,唐三也没有醒过来,留下了全面,另外,在大结局, 最后也出现了唐三母亲,呼唤她的声音,和第一集刚开始,首尾呼应,还算是完整,剧版斗罗大陆的故事,尚未完结,至于该剧,还会不会拍第二季,目前还不得而知,总之,斗罗大陆还是一部值得看的,你追剧了吗?欢迎留言分享哦,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果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谢谢,and,他走了他走了,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